看来两个人都在屋里 每人休息一天休息了 前几天我眼睹大了 今天弄剩饭 妈说你现在就了一会儿 不得多的 吃了 没关系了 要把饭吃完 不是说饭是剩饭吗 菜还是挂服 那吃饭 这个烧备有绵羊干坏的盘子 还我非要把大鸟送过去 把盘子还还回来 他们的盘子给我的目的就是 把这个盘子送回来 让我再跑一趟 来来来 吃了 来 这个竹笋 吃饭也是剩的吗 嗯 这是吃饭剩的 昨天晚上你们才回来 又不敢给你们吃 晚上做干吃的吃饭 我不是那么无的 每一顿的米也没得多的 嗯 你菜懂了都吃点菜喽 吃啊 这个烧备我就只有吃点这个菜喽 你吃一块嘛 他这个不是洋菜喽 这个真不是洋菜喽 你尝吧 你尝就知道 啥子菜软的不是那种 他们是不是喊两个美感菜喽 嗯 是不是嘛 味道跟我们的颜色不一样嘛 嗯 全家在一起做的 像是我去的娃娃 那个娃娃也做到旁边 哎呀很开 嗯 以前天的这个想你们赶紧出去 哎 看到以前烦得很 今天 生活习惯跟我们也不一样 那周两天呢 那个心头一点 哎呀 还是有点不安逸啊 每次到他们要回来的时候 心头不沾还是有点 不说了 吃饭 明天都回去吃的 明天都回去看爷爷 你早上早点早 嗯 来吃一块吃吧 我这个视频发出来 已经都快 假期待快要结束了哈 你不是最喜欢吃醋吗 那个今天没冻啊 他今天有了个鸡椒椒 来 回来的路上还非要去买点鸡椒椒 是他的主意的哈 那不是 叔老叔 哎 全部都回来嘛 心里面是要舒服点 哈哈哈哈 前来吃饭我都不能喂口 知道吧 哈哈 我一直想你们哎呀 好久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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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我去开店啊 我也是 在学校里头 虽然有很多事 有很多同学 但是觉得很辣的 想活儿都不见了 哈哈 你也得想拿一会儿 帮学回去吃饭 是经常不看视频的网友看到吗 你要说你们浪费 你看在屋里吃好的菜啊 今天上午饭上你小朋友的 多吃点菜 其实那个牛肉是做的 碗蒸的 这个烧白是我从绵阳装画的 这个是今天买的卤菜吗 这个有个剩的 这个剩的 这个是我上次从碰蒸 买回来的猪肉 妈妈说连笋子摘不来吃 就算坏的 肯定要坏啊 嗯 和笋子都嘛 这笋子多吃 家庭 哪还不吃生菜现在 多吃点啊 你们两个哈 走人呗 走大呗 两个多吃点 来嘛 吃个苗药烧白 他们有些说大妹不好听 以后就叫周美丽算了 她小时候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 哈哈哈 你小时候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 你小时候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 你小时候五六年间的时候 真诚的我们说 我的名字可不可以改啊 像男孩子们的名字 现在不能改啊 改成周美丽 你姐姐小时候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 叫周美丽 哈哈哈 二妹有没有给自己取过名字 小美丽 小美丽 哈哈哈 嗯嗯嗯嗯 喊你吃个苗药烧白 小美 快点儿 你安一口 我还是个虫子 我还喜欢吃苗药烧白 我吃了两个 可以我一口 他多香 他多香的 嗯 咋没吃快 来 出来就辣 这话就 哈哈 不香啊你啥嘛 嗯嗯 你叫 你叫了 但口里还有个香味 嗯 鸡猪汤 吃给的黑猪肉 你生炒肥的话 你把他活到瘦里一颗 好 听一听 我一口闷 哈哈 然后咬一口饭 就不腻了 嗯 啊 鸡猪肉